嗨,大家好,今天我们要来了解的节日是俄罗斯日 俄罗斯日是俄罗斯联邦的一个重要公共节日,每年6月12日庆祝 它是俄罗斯最年轻的公共节日之一 1990年6月12日,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第一届人民代表大会通过了俄罗斯国家主权宣言 宣布俄罗斯宪法及其法律制高无上性 当时苏联的许多加盟共和国已经确定了自己的主权 因此,这份文件是在各加盟共和国相继独立的情况下通过的 2001年,俄罗斯总统普京在克里姆林宫举行的俄罗斯国家主权宣言日招待会上发表讲话 普京说,从这份文件开始,我们一个以公民自由和法治为基础的民主国家、历史进入新篇章 它的主要含义是成功、繁荣和人民的福祉 如今,俄罗斯日越来越具有爱国主义特征 它成为了俄罗斯人民民族团结 以及对国家现在和未来共同奋斗的象征 这是一个在法律和正义的基础上实现全民自由、和平与和谐的节日 在这一天,俄罗斯所有的城市都会举行许多庄严和喜庆的活动 所有年龄段的公民都会参加 在克里姆林宫,俄罗斯总统颁发俄罗斯联邦国家奖 而主要的庆祝活动当然是在莫斯科红厂举行 最后以隆重的俄罗斯日礼炮结束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